200块一下午接了个塔吊踢班的 现在已经到公立门口了 这个要了高一点 主要是因为这个楼已经盖十几层了 给塔吊上还没有搭过道 要爬的话从一楼一直要爬到底 这是个中联塔吊 大小就看不出来了 只有爬上去才知道 12点下午上班还走 公立门口全是卖饭的 先去吃个饭 11一份 这个辣子超肉 这是三台肉丝 有馒头吗 有 我拿一个馒头 够了够了 公立上11点半吃饭的多一点 这会儿也收摊了 11块钱还是公立门口的饭 经纪实惠 就是去的有点晚了 没有汤了 不说别的 11块钱 就光这个肉 开始都很有食欲 上次在公立门口卖快餐的那个兄弟也说了 这碗饭的成本大概是7块钱左右 在公立门口卖11块钱的话 这碗饭也就是赚4块钱左右 强高走量 11块钱挣到已经很丰盛了 上面全是瘦肉 豆芽 辣椒 白菜豆腐 青菜木耳 下面还有土豆片 洋葱 不说别的 光菜都吃鸡种了 这还有啥利用呢 豆腐炒的是真香 马上上班了 这些工友都露出 续续从车里面出来了 离上班还有半个小时啊 他这个没有过道楼层又比较高 慢慢往上爬 爬上去也差不多 好 出进去 这楼已经盖到第14层了 再往上数4层 爬到塔雕操作是应该有18层 很多朋友说爬塔雕可以减肥啊 然而爬塔雕并不能减肥 因为每次吃完饭或者上班了上去一坐就是一整天 向着高处作业一定不能着急啊一定得往 刚才就是爬的太快了有点喘不过来了 这手套脱掉手背上都是补的汗 他吃的那碗饭啊让我爬上去都消化的就差不多了 最后一个节 爬到这儿去到顶了 塔雕师傅的冰红茶放这儿别从这儿露下去了 今天也还算好不是很热 但是爬上来衣服也湿了 哦 中联的平脱 变平的 变平的机子安全系数更高 但是看起来就是有点慢 看这么多塔雕还是感觉中联的塔雕好些 起码这个座椅很舒服啊 跟那个卡车的一样 坐上很柔软 塔雕太低了 现在还没有升 叫的材料都擦着柱子走 下面又来了一挂齿钢筋啊 现在开始卸钢筋 还好不是很多 那大便太长了 管的面具太多了 你掉接掉 根本就掉不完 塔雕上面都是这种很细的锅 一点都不好收拾 下次砌斑的时候就把吸成器带着 砌完斑给工友们把卫生打扫一下 黑5015 21年的 都很新的 叫什么豆啊 怎么做 带着干什么